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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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法師 各位來賓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臨大會堂 觀賞由政會主辦一年七天一共九場 而今場是第六場的淨土園之心靈驛站 政會文化藝術弘法系列的表演 我是大會詩儀 政會委員Kitty 王兆鳳 我是 謝謝 我是訪問網 Michael 鄺志康 也是今天的大會詩儀 我們今次舉辦的文化藝術弘法系列節目 是經過精心設計別出心才的 我們請Michael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好啊 今次政會這個別出心才的節目特色 最主要是以視聽的方式 集合多種與藝術元素在舞台上呈現 包括每一場我們都邀請到 善知識大德作為嘉賓 為觀眾分享演繹佛法和藝術 還會在銀幕上投影 配合著造藝高超的音樂表演 充分展現出淨土既有莊嚴殊性的一面 也有靈巧活潑色彩繽紛的一面 Michael 你說得很好 佛經上面有說 世間萬有皆為心所見 我們當然是專注於繪畫 或者演奏音樂 或者是專注於攝影 乃至分享講話 欣賞一件作品 或者是觀賞一場表演的時候 當我們專注的時候 就有如進入了當下清淨和諧 無憎純淨的一心淨土境界 我們今天大家都有這個語言 可以進入一片專注清淨的心靈境界 大家今天很有善緣 我們可以能夠邀請到常臨法師 為大家演繹主題《花容與寫真》 也都很榮幸邀請到動宵演奏家 譚寶石老師為大家演奏動宵 常臨法師俗名葉青林 出家前是香港著名的專業攝影師 接觸攝影超過五十年 法師熱心公益 出家前後也都不斷地參與義務工作 他在2009年放下世俗的名語裡 去台灣出家 現時經常在世界各地 以輕鬆易明的方式 帶領禪修活動 希望令到更多人活出自在的人生 而譚寶石老師也是 國際知名的動宵演奏家 他同時也是一位書畫家 和攝影家多才多藝 他的藝術活動 亦都跨越多種的媒介 法師將會藉著分享花的詩詞 和攝影作品 以舞台藝術的設計方式 帶出一般人與修行人 對於人生的不同感受 相信我們大家都可以從中獲得不少的啟發 真是令人十分期待 這麼精彩的演繹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很期待 事不宜遲 我們就請觀眾在這一刻 萬元放下 細微欣賞我們今天為大家安排的節目 好 請大家現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常林法師和譚寶石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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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春有白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我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事节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大会堂 我记得在中学的时代 我很喜欢唐宋的诗词歌父 因为我当时读 我的中学是读金文泰中学 会不会刚好有金文泰中学的校友在这里 有的请举手 有啊,真的 不过现在的金文泰中学都转了英文中学 当年是中文中学 我当时对于诗词歌父喜爱的程度 甚至我觉得自己前世应该都是才智佳人那类 不过后来学佛之后才发觉 为父身持强说仇 所有的诗词歌父都在相春悲秋 其实就是跟人的贪亲痴是很相应的 所以我学佛之后就会少了接触 就是以前的诗词歌父 但反而多了就是接触一些禅计 就是说同样是平质对应 但是为什么可以禅计和唐宋的诗词 带出来的感受是那么不同呢 其实就是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就是说原来同样的表达方式 但是你的内心不同 出来的感觉就会不同 所以我经常都强调 就是每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 其实都是那个艺术家本身 内心的感觉的呈现 是骗不到人的 譬如说这首《禅计》 其实它在说的是《禅计大自然》的定律 但是我想提出的问题是第三句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事节 如果第三句是说若无凡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事节 那么它的境界就会低了一点 就是说你要去烦 就是要放下一个烦事 其实所谓的烦是你自己觉得烦的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 去有一个先日为主 就是有一个分别心 所以才会造成自己心里面又有相应地 有一些烦恼出来的 其实学佛的人都知道的 烦恼即是菩提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断除一切烦恼的话 其实就是连菩提种子都断了 所以你只要不要觉得烦恼是烦恼 那种烦恼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一件未完成的事 即还未解决 那变成了容易很多了 如果你不说它是烦恼的话 好了,那我们一起看看烦恼的表表者 李清照,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这一首词就是《一展梅》 它其实有上半段 下半段就是说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限仇 一种相思都要有两处限仇 即是它变成了苦的 《此情无计可消除,财下眉头却上心头》 即是说它根本是烦得不得了的 为什么它这么烦呢? 是因为它跟她丈夫最少来多 尤其是后来她丈夫又很早往生了 所以她一生人,除了小时候 其实大部分时间她都是不开心的 因为就算她和她丈夫成了亲之后 其实都是常常分开的 所以她就因为很执着着这种小爱 于是有很多仇苦的情况 但是因为她这么仇 所以她就成为当代的女侍人 是很有名的 而且剩下很多大家都会觉得 《遵遵乐道》的作品 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说 《遵父身辞强说仇》呢? 就是说原来真的 如果你没有那种仇苦 你根本写不出 譬如其中一首是 《沉沉密密》 《冷冷清清》 《淒淒惨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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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非常之劲的 就是用一堆这样的字 已经完全说出了她的心态 就是说如果她不够仇 不够苦的话 她写不出这么厉害的句子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原来当我们去看这些诗词的时候 原来会吸收了有少少负能量 所以我们看就看 不要那么投入 就是说我们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她的那种仇苦 是会去到这样的程度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不要太过深入 因为这些都是一般佛法 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说有几宗苦 是很惨的 就是说愿憎惠 爱别离求不得 就是那种苦 所以会折磨得自己很严重 在她来说 她起码用了一个诗词去抒发 但是抒发不了 因为如果抒发到 她就不会继续写到 所以她后来可以继续写下去 就是说她是仇得挺深的 接着我们又平衡了 就是说我们看一首一两句禅计 就是说水流 因为刚才是说花自飘零水自流 我们同样看同一个境界 就是说水流任急 景上静 花落需贫易自行 其实就是说 虽然是同样一种境界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就是 就算水流如何急也好 我们仍然是觉得静的 这个就是说心不会随过境转 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虽然是一路花落 我们又不会因为花落 而觉得很悲伤 很不开心 就是我们的意念都仍然是很显色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够定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境转了 当然 说就天下无敌 做又怎样 所以我们知道了道理之后 好像很行 有很多人说话很行 但是问题是怎么可以做到的 其实是要练习的 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西商记》里面的有几句 就说 花落水流红 闲寿万种 无语怨东风 这个是吹鸥鸥写的 他为什么会怨呢 就是因为他太闲 他太闲了 那时候因为没有手机 这个带出什么呢 吹鸥鸥是大户人家 那他为什么又会这么仇呢 原来在我认识的有钱人之中 都有很多是这样的人 就是他家很有钱 那他又不用怎么做 那每一天呢 其实在仇什么呢 就是仇不知玩什么好 因为玩得 什么都玩过了 所以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我认识都不少 所以原来有钱不是等于万能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人生的追求目标 就不要摆错了 因为有些人觉得 人生的追求目标就是赚钱 越多钱就越好 但是问题就是 钱不是可以令你完全快乐 所以我们要知道 赚钱原本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有钱之后 我就快乐了 但原来不是一定的时候 你就要衡量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 是用很不开心的方法去赚钱 以为赚到钱之后就会开心 其实是搞错了 所以重点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其实是需要什么 真真正正可以令你快乐的元素是什么 不只是钱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所以如果是走路的话 不是玩手机 而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比如说去做义工 这里有没有人经常做义工的? 那些人都不太多 也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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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是 派票那天 一早来派票的? 那另外一回事 这么少? 那其他人是怎么能拿票的? 就是靠人来做义工 这不是很正确的 当然不用全部人来拿票 有朋友帮你拿票 你应该感恩那个朋友 你自己也应该要做一些义工 要付出一些 不要只是在那里助响其识 这个才是重点 接着也是两句禅记 落花有意 随流水 流水无情 暖落花 我们看到这两句 会不会想起一句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到 神女有心 伤黄无梦 有没有听过 但是我查了一下 原来原著不是这么说的 原著是说伤黄有梦 神女无心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是什么 你不妨查一下 通常以前我们要查这些资料 我们会去图书馆 去图书馆 去图书馆 然后就找很多书 去续页盐去看 现在你要查资料会怎样 问一下哥 是吧 那个叫谷哥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小心一点 因为因为那些资料不是Google自己放出来的 是所有人都可以放出来的 所以你要看清楚一点 最好看多几款 看看综合了的资料 自己消化的 那个才是自己的 千万不要一看就信 因为那里也有很多不正确的资料 这个要小心一点 所以其实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不要勉强 就是说自然情况是这样 我们就不要勉强了 接着这句就说 不与花又落 无风水自飞 这个其实就是宇宙大自然的定律 大家知不知道佛陀在2700年前 菩提树下觉悟了什么呢 他是不是说 我要创立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然后会有很多人相信我的 他有没有这样想过 其实他没有想过 包括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过 我要创立一个基督教 然后就会影响西方国家很多 其实也没有 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想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学佛 是要学佛陀本来的智慧 他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布围树下 他觉悟了一个宇宙大自然的定律 就是说整个宇宙大自然是怎么运作的 他完全清清楚楚 但是他跟我们说 我们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们只是在地球上生活 所以我们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 不过幸好佛陀说 我们所有众生 不管你是否在地球 而在地球里面的时候 你在六度里面 任何一度 你都跟他一样 是具有完全本智具足的智慧 就是我们的智慧跟他一样 不过我们被很多颠倒妄想执着 是遮蔽了 所以我们学佛去求智慧 不是去外求的 千万不要用一个求的心 就算你天天跪在佛菩萨像面前 你猛求他 你给智慧我 赐智慧给我 是没用的 学佛的重点是要实修 老老实实去修行 你才可以开启到自己的智慧 学佛是一种减法 不是加法 所以我们的知识不是向外 找多些智慧回来 其实是将自己原有的很多 先入为主的概念 有很多颠倒妄想执着 全部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地变开 一层一层地变开 然后令到你里面本智具足的智慧 是出现出来的 这个才是我们学习 学佛的正确方法 所以不下雨 就算没有雨打的 那些花都是会下的 就算没有风吹 那些棉碎或种子 它都会自己去飘 所以这些只是我们要觉察到 这个宇宙大战的定律 就是一直都是无常变化 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 无常才是正常 无常呢 大家会不会第一时间 不要说黑无常 白无常那些 但是一听到无常 是不是都是大吉利是 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 好像一走出街就 踢一踢 砍掉头 哎呀 真的是无常了 又或者说 哪个的儿子很年轻 又有癌症了 真的是无常了 但是你会不会中了罗合彩 你就会说 啊 真的是无常了 这样 其实是一样的嘛 无常的意思就是不断变化 不会常常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无常是正常的 不要一听到无常就觉得是负面 然后不要希望接受 你不接受都是要的 因为无常根本就是正常 好 接下来我们又分享一首词 这个诵词 欧阳修的《浪屠沙》 把酒足东风 且共松茸 隧阳子墨落成冬 总是当时携手处 游片方重 聚散苦冲冲 此恨无穷 今年花盛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好 知雨谁痛 好 知雨 好 мо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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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